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中国电子商务巨头京东商城创办人兼执行长刘强东 与美国明尼苏达州涉嫌一级强暴重罪 而且是强奸已遂 被当地警方逮捕 刘强东会去美国 并不是当初京东发言人在事发最初公告里称的商务活动 而是去读书 她是中国工商管理博士项目的学生 原本9月1日是她在明尼苏达大学简称明大 进修课程的最后一天 不料前一天却爆发涉嫌性侵一名女大学生 因此被抓到22公里之外的亭内平线监狱内暂时收监 而受害者的身份也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 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外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中 受害人据传是明大的学生 根据百度新闻引述一位明尼阿波利斯当地最大的报纸 明星论坛报资深记者表示 受害者确实是一名明大的学生 声称信息来源很可靠 报导还引述一位外籍教授表示 报案者是一名中国籍学生 百度新闻的一名特约记者实地探访明大 许多中国留学生向他表示 很多人都在谈论这起事件 但华人学生的圈子就那么小 具体受害者是谁至今没人知道 明大公关副主任也向特约记者表示 受限于联邦法律 目前不能提供任何关于受害者身份的评论 因此受害者身份至今仍是个谜 这起性侵案 一位卡尔森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副教授崔海涛 网传是刘强东的同盟 鼓励受害者和刘强东认识 并有参加一场饭局的人 这场饭局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也有提到 刘强东的桌上摆满各种红酒白酒 之后还点了很多啤酒 一位明大教授对百度新闻特约记者透露 崔海涛已经和其他人一起紧急飞往中国 去处理最近发生的危机 刘强东被捕后 财力经约16个小时就被五宝释放 不久便飞回中国 外界因此提出强烈疑问 既然是一级强暴的严重罪行 为什么这么快就放他走 据明尼苏达州的法律 警方可以在没有提出指控的情况下 将犯罪嫌疑人拘留36小时 不计算星期日和假日或节日 但刘强东才被扣留16个小时 一名曼哈顿刑事辩护律师就指言 这种情况不常见 其中肯定发生了一些事情 近年来明大和当地警方 对于如何处理强奸指控有关的问题 引发争议 明信论坛报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 这两年内 一千多起案件 最终会对嫌疑人定罪的案子 不到十分之一 据彭博社报导 曼哈顿刑事辩护律师还表示 警方有合理怀疑而逮捕刘强东 但却可能认为 没有足够证据来提起诉讼 目前担任白领犯罪辩护律师 也是马萨诸塞州前检察官 也有表示 警方不认为有足够的证据 可以指控刘强东犯罪 并且 鉴于刘强东的财富和社会地位 会快速释放他 可能是由警察和检察官 从战略角度共同做的决定 美国之音也有请到 明尼苏达州的周东发律师 来做分析 周东发说到 在当地 警察先抓人 然后再放人 很正常 只要有具备可能性的原因 警察就能开抓 对于性侵案件 根据女方单方面的证词 警察只要认为有可能性 他就可以抓你 周东发原本认为 像刘强东这样的名人 行程可能比较紧凑 所以可以说服法官或当地检察官 暂时先将他放了 等到案情明了后 再召回 不是不可能 但警察已经指控刘强东 是一级性侵 还放人 周东发表示 这种情形非常奇怪 他以前从来没看过 让他一下子没办法弄清楚 华尔街日报 引述一名加州大学法学教授表示 刘强东被指控的罪名 性质严重 对于警方释放刘强东的决定 他强调非常非常的奇怪 而米尼阿波利斯警察局 发言人表示 调查可能受到拖延 警方释放嫌疑人是很正常的 扣留护照或限制他人旅行 会具有侵扰性 还说到 尽管中国与美国没有引渡条约 但调查仍处于初期阶段 警方有信心可以在必要时 再次与刘强东接触 如果刘强东被起诉 但不赴美国出庭 将会遭到美国司法通缉 美国正确管理委员会也将介入 到时候 京东就必须召开董事会 撤换刘强东的董事长一职 目前妻子张泽天 尚未对此事做出任何表态 刘强东性侵事件 全球高度关注 更多后续相关消息将持续带您掌握 以上是孙玉山为您带来的明镜焦点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